女孩把手伸进正在运作的榨汁机里 幸好及时缩回避免了伤害 接着她拿走榨汁机 不慎踩到了玻璃碎片 她痛得摔倒在地 奇怪的是 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看她 女孩却忍受着疼痛 给家人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饭 然而最终只有她一人在用餐 女孩决定去哥哥的房间喊她吃饭 拉着哥哥的手时 惊讶地发现她的手不仅发黑而且冰冷 女孩感觉不对劲 掀开她的被子 发现哥哥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慌乱之下 女孩连忙躲进自己的房间 四周突然响起了恐怖的声音 她害怕得不敢动 当周围安静下来时 女孩趁机去上厕所 突然门外再次传来声音 女孩认为自己要完蛋了 这时门被打开了 原来是爸爸回来了 女孩紧紧抱住了她 当女孩带着爸爸去哥哥的房间时 惊奇地发现哥哥的尸体竟然不见 小孩哥偷走爸爸的枪 在弹匣放入一枚子弹 孝顺地把枪对准了妈妈 妈妈以为是玩具枪 没有理会小孩哥 小孩哥随即扣动扳机 可惜子弹并没有射出 但小孩哥没有放弃 继续朝妈妈扣动扳机 子弹还是没有射出 小孩哥决定换个人玩 她走到街上 把枪对准了一个条子 条子配合小孩哥举起双手 夸赞小孩哥的玩具枪 很帅 小孩哥很满意 放走了条子 接着 小孩哥来到人群密集的超市门口 爬到马的背上 在掏硬币时不小心弄掉了一颗子弹 于是 小孩哥在弹匣里 又放入了一枚子弹 把自己想象成牛仔 不停对着人群扣动扳机 眼看下一发子弹就要射出时 一个女孩跑了过来 她想要骑马 小孩哥并没有让给女孩 女孩的父亲给了她一块糖 小孩哥立即拿走 但还是没有下马 这个父亲只好强行把小孩哥抱下来 小孩哥非常生气 对着他们扣动扳机 男孩不停往嘴里塞波踩 他的脸突然开始垮掉 女人吓坏了 连忙带她去实验室维修 工程师从她体内取出芯片 发现芯片被菠菜堵塞 随即把菠菜清除 重新把芯片安装回去 虽然男孩是机器人 不会感到疼痛 但女人还是紧紧抓住他的手 这让他的儿子感到不满 于是 等男孩完成手术后 儿子带着朋友们围住男孩 他们拿起刀 想要看看机器人的构造 男孩害怕地躲在儿子身后 紧紧抱住他不断后退 结果掉进了泳池里 然而 男孩还是没有松手 他以为 人类和机器人一样 不会溺水 大人们连忙跳进泳池 拆散他们 把儿子抱了上去 将男孩独自留在泳池里 男孩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事 非常愧疚 给女人写下许多话 女人看到后 非常感动 但他已经决定 把他抛弃 他骗男孩说 带他出去玩 结果把他丢在森林里 开车离去 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这部电影叫人工智能 讲述了男孩 虽然是个机器人 但一直渴望母爱的故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们下期再见 男人即将成为丧尸 他拿起了枪 女儿突然喊住了他 看着没有自保能力的女儿 男人决定 即使变成丧尸 也要把他带到安全区 然而才当出发 丧尸病毒 就已经扩散至全身 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可是女儿的处境还不安全 这时他注意到一旁的腐肉 有了护送女儿的办法 他把腐肉 绑在一根树枝上 和女儿做最后的告别 接着他把牙套塞进嘴里 绑住了自己的双手 男人彻底变成丧尸 他闻着腐肉的味道 凭借本能 背着女儿继续前行 就这样步行了 足足三十公里 他终于走到了安全区 大家立即发现了他 纷纷被这位伟大的父亲感动 他们想快点结束男人的痛苦 但一旁的男孩 制止了他们 男孩开始完成男人的遗嘱 给男人喷他妻子常用的香水 向他传达了 女儿已经安全的信息 接着 男孩向大家点了点头 这个伟大的父亲 终于可以休息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叫负重前行 讲述了 男人被变成丧尸的妻子咬伤 感染了丧尸病毒 为了女儿平安 即使变成丧尸 也想尽办法 把他送到安全区的故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原片 一个婴儿爬到悬崖边 摔了下去 警察连忙扑向他 却只抓到了他的袜子 婴儿不断坠落 安全掉进了一个女人怀里 女人感到疑惑 很快警察找到了他 女人把婴儿交给了警察 警察刚上警车 立即被巨石砸扁了 然而婴儿完全没有受伤 女人意识到不对劲 连忙带着婴儿前往警局 并没有发现婴儿正在诡异地盯着他 女人中途想上厕所 把婴儿暂时交给服务员照看 她发现婴儿和服务员玩得很开心 决定逃离婴儿 从厕所窗户翻了出去 然而她的汽车始终无法启动 这时超市响起诡异的声音 女人连忙走进去 发现服务员已经倒地不起 婴儿却依旧没有受伤 女人确定她非常诡异 连忙把她送到了警局 和警察们解释发生的事情 然而警察们并不相信 反而认为女人可以把她拘留了 还把婴儿留给她照顾 女人无奈抱起了婴儿 婴儿突然露出了可怕的表情 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这部电视剧叫小摩婴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们下期再见 男孩被妈妈抱上粉碎机 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即将陷入危机 妈妈不停鼓励她快站起来 男孩依旧没有行动 很快 男孩的衣服 已经被卷进粉碎机里 眼看她也要被卷进去时 妈妈连忙停下了粉碎机 随后哭了起来 原来男孩天生脑筋乱 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走路 母亲用尽一切办法 也没能改变 然而 男孩看见妈妈伤心的样子 居然靠自己慢慢站了起来 吃力地向妈妈走近 男孩终于能够靠自己走路了 然而他走路姿势奇怪 被别人欺负 他连忙迅速逃跑 居然很快就甩开欺负他的人 妈妈发现了男孩的跑步天赋 决定送男孩去学跑步 可男孩因为年龄太小 被体效拒绝了 就在妈妈即将放弃时 男孩突然跟在运动员身后奔跑 并且超越了其他运动员 于是他被体效破格录取 2008年 男孩以24秒65的速度 打破了残奥会世界纪录 医生把男孩的头固定在机器上 绑住他的双脚 给他注射治疗空气过敏的针迹 很快 针迹开始生效 男孩的脸上起了红疹 他感到不舒服 医生让男孩再坚持一下 手术很快就要结束了 接着 医生剃掉男孩的头发 再次给他注射针迹 男孩脸上的红疹 开始退去 然而等男孩走出手术室后 他突然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倒 然后被不停拖拽 男孩害怕地挣扎 通过玻璃的反射 看见有三个孩子在拉着他 他连忙甩开 跑了出去 可跑没意会 再次被推倒 接着他的脚被抓住 不断往回拖行 被带进了一个房间里 孩子们突然放下了他 离开了房间 随即关上了门 男孩无法推开门 他的脸再次起了红疹 就在男孩感到不是时 突然看到了一扇暗门 他走了进去 在里面发现许多相同的手术记录 发现那些做过手术的人都死了 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这部电影叫禁闭男孩 男孩其实根本没有对空气过敏 而医生实际上也是假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内容 可以去看看原片 父母带着长得像三十岁的婴儿 来医院体检 医生发现他身上有一条刀疤 手臂上纹了一个刺青 嘴里还有假牙 父母感到震惊 在一旁讨论婴儿是不是他们生的 没发现婴儿把手提包偷走 不停往外跑 这时一个警察把婴儿抱了起来 要把他当小偷逮捕 父母连忙赶来 和警察解释 婴儿这才被放了下来 等待着婴儿准备上车时 婴儿吵闹着要车钥匙 父亲没有给他 他用力踹了父亲一脚 父亲无奈之下 把钥匙给了婴儿 把婴儿放在后座上 他刚关上车门 车立即启动了 父亲瞬间愣住了 婴儿抓住方向盘 用玩具压油门 让汽车在街上高速行驶 警察连忙开车追赶 婴儿开得特别开心 一直逆方向行驶 越来越多的警车出动 他们设置路障 逼停了汽车 婴儿杀人从沙堆站起来 下一秒 他幻化成了人类 他原本是个抢劫犯 但越狱时 掉入了实验沙池 意外变成了一个杀人 当他走在大街上时 一个警察发现了他 警察为逮捕他 走上一辆卡车 警察们见状 不停朝杀人开枪 但杀人毫发无伤 杀人把所有警察打倒 逃离现场 杀人逃跑时看到了一辆运钞车 他冲进运钞车抢劫 当他要把抢来的钱带走时 城市英雄蜘蛛侠来了 蜘蛛侠打穿了杀人的肚子 杀人依旧安然无恙 下一秒 他把蜘蛛侠打飞了 蜘蛛侠没有放弃 他再次赶上杀人 杀人再次把蜘蛛侠打退 当蜘蛛侠爬起来时 看着蜘蛛侠从车里狼狈地走出来 杀人满意地离开 蜘蛛侠把杀人的脸摁在车上 一直摩擦到只剩下一半 然后才放开 但是当杀人回到杀堆时 很快就恢复了原状 在他们的搏斗中 蜘蛛侠和杀人不断地坠落 最终杀人落入一滩水中 然而 当他试图取回抢夺的钱时 他发现杀手在水中逐渐溶解 蜘蛛侠急忙努力打开水箱 很快水箱爆炸 大量水流冲向杀人 杀人在排水口挣扎 但最终化为泥浆河水一起被冲走 蜘蛛侠以为已经击败了杀人 但他从另一个下水道口再度复活 化身为巨人出现在市中心 正当他向蜘蛛侠发动攻击时 蜘蛛侠躲开了 这时他的死敌毒液赶来 勒住了蜘蛛侠 杀人见机 开始猛烈地袭击蜘蛛侠